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欢迎你们来到英雄初少年的故事时间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岳姐姐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 名字叫做亨什尔和格莱特 听起来是两个小朋友的名字哦 我们来看看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从前啊在一个大森林里边住着一个乔夫 他很穷 他有两个孩子 一个叫亨什尔 一个叫格莱特 亨什尔呢是哥哥 格莱特呀是妹妹 当然他还有一个妻子 有一天啊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除了一块面包 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哎呀全家人在一起好发愁啊 这天晚上妻子跟他说 丈夫你听我说 一定要想个办法 家里实在是没有吃的东西了 明天一早啊 我们把孩子带到森林的最深处 把我们仅有的面包给他们 再给他们生一堆火 就把他们留在森林深处吧 我们实在是养活不了他们呀 这个男人起初怎么也不答应 可是没有办法 家里却是穷的 只剩下一块面包了 两个孩子听到了妈妈说的话 格莱特伤心地哭了起来 别作声 恒婶是哥哥呀 他得安慰妹妹 他说不会有事的 我有办法 随后他悄悄地起床 穿上外衣走了出去 他到外面啊 捡了好多好多 一颗一颗这么大的白色的小石子 这些小石子还会闪闪发光呢 他把他们全都放在外衣的口袋里 第二天一早啊 天还没亮呢 爸爸妈妈就把他们叫起来了 说带他们啊 去森林里打猎 恒婶格莱特跟在他们的身后 当然 恒婶口袋里有小石头 对不对 他一路啊 边走边把石头 扔在路上 边走边把石头扔在路上 爸爸发现他一直回头 于是就问 恒婶儿 你在干什么呀 恒婶儿说 我在看屋顶上那只白猫呢 我看他是不是想我了 爸爸说 快走吧 那不是你的猫 哎呀 真是的 哎 恒婶儿因为有了小石子 闪闪发光 所以 他不会迷路 对不对 夫妻俩呢 走了很长时间 一直走到了大森林的 中央 就在那里停下来捡柴 爸爸生了一堆火 火烧得很高 妈妈说 孩子们 现在休息一会儿吧 我和爸爸要去砍柴了 你们在这里 在火边等着我们回来 你们可以吃你们的面包 他们俩呀 就坐在这儿等 一直等到了黄昏 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 格莱特伤心地哭了起来 怎么办 哼婶儿 爸爸妈妈不要我们了 月亮升起来了 白色的小石子 开始闪闪发光了 于是 哼婶儿拉着妹妹的手 一路顺着小石子 就走回了家 哇 爸爸看到他们 很是高兴 因为他自己 一整夜啊 都在为自己做的事 懊悔呢 但是妈妈看起来 好像不是那么开心 因为家里穷得过不下去了嘛 不久以后 家里又没有吃的东西了 夜里 孩子们听见 妈妈对爸爸说 这一次啊 你必须把他们 放在更远更远的地方 不要让他们再找回来了 哎呀 真是的 格莱特听见了 又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 哼婶儿悄悄地 想走出去外面捡石子 可是他们的房间 已经被妈妈 给反锁了起来 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早啊 爸爸妈妈带着他们 又准备出发了 给了他们每人 一小块面包 哼婶儿想像 哼婶儿想像上次一样 把面包啊 搬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然后扔在路上 这样就可以找到 回来的路了 对不对 这一次啊 他们走得更远了 到森林的更深处 生了一堆火 夫妻俩呢 就把他们放下了 他们俩就说 自己去砍柴 走了 兄妹俩就在这儿 等啊等 可是 爸爸妈妈没有回来 哼婶儿说 走吧 我们早上 不是留了面包屑吗 哼婶儿说 走吧 我们早上 不是留了面包屑吗 可是哪里知道啊 这面包屑啊 已经被小鸟 都给吃光了 他们根本找不到 回去的路 怎么办 他们走了一整夜 又从早走到了晚 没有走出大森林 到了第三天 又冷又饿的他们 来到了一个 用面包造的小屋子 跟前 小屋的屋顶 是用薄柄盖的 窗户是用糖果做的 两个孩子看到 高兴极了 马上跑过去 哼婶儿 奔向松软的屋顶 格莱特奔向 亮晶晶的玻璃窗 两个人贪婪地吃了起来 哼婶儿吞了 一大块薄柄屋顶 格莱特掰下一块玻璃窗 这个时候 乌来传来了细细的声音 砍砍砍 谁砍坏了我的房子啊 哇 两个孩子吓坏了 东西都掉在了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满脸皱纹的 老太婆走了出来 她发现了 两个饥饿的孩子 摇着头说 哎 可怜的小家伙儿 跟我来吧 屋里有很多好吃的 我会好好地招待你们的 她一边说 一边拉住两个孩子的手 把他们领进屋 并为他们准备了 丰盛的晚餐 然后老太婆 又为他们铺好了床 两个疲惫的孩子 一躺下呀 马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恒婶和格莱特 还没有醒 老太太就悄悄地 走到他们的床边 她看着两个 睡得香的孩子心想 这可是一顿美餐呢 于是 她把恒婶拎了起来 抱到门外 把她锁在了一个笼子里 好像她是一个小竹崽 然后她回到屋里 咬醒了格莱特 冲她吼道 起来 你这个懒丫头 你去井边打水 然后去干活 住点好吃的东西 你哥哥在外面的笼子里 我们要先把她养肥 等她肥了 我再吃掉她 原来这是一个老妖婆 格莱特非常的害怕 这个老太婆 只好照做 她每天都给恒婶送水和好吃的 自己却只能吃虾壳 老太太每天都要走到笼子前 去看看恒婶 叫恒婶伸出一根手指头 摸一摸 看看她肥了没有 胖了没有 但是恒婶很聪明 每天她都会把一根骨头伸出来 让老太太摸 老太太一摸 怎么还是瘦巴巴的 就一直没有吃掉她 四个星期过去了 恒婶都没有胖起来 一天晚上 老太婆对格莱特说 快点 出去 把大锅装满 明天早上 无论你哥哥是肥是瘦 我都要杀掉她 等你烧水的时候 我来揉面团 等你煮它的时候 我们来烤面包 第二天一大早啊 格莱特就起来了 当她把装满水的大锅 生火的时候 面包已经在炉子里面了 老太太冲着格莱特喊道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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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起来面包好像是好了 哎呀 我的眼睛看不清啊 我想让你看看 这个面包烤得怎么样啊 其实啊 她是想把格莱特骗过来 这样把格莱特放在面包的板子上 一块给烤了吃掉 格莱特看清了老太太的想法和意图 于是她说 那我不知道怎么过来 不知道怎么看 你能给我做个示范吗 老太太乐颠颠地给她做示范 没想到啊 格莱特把老太太按到了板子上 使劲地把她推到了烤炉里 然后砰的一下 关上了炉子 插上了门 老太太在炉子里 啊 地叫了起来 格莱特跑了 老太太就这样 被烧化了 烧成了灰 格莱特跑到了亨婶儿的笼子前 把哥哥放了出来 把她刚才做的事 跟哥哥完完整整地讲了一遍 和哥哥拥抱在一起 亨什尔和格莱特再次回到了老巫婆的房子里 他们发现老巫婆的房间里啊 全都是闪亮的珠宝啊 哎呀 兄妹俩把能带的都带上了 然后动身回家 他们走啊走 走啊走 这次终于走到了熟悉的路上 他们找回了家 他们看到了爸爸妈妈 和他们开心地拥抱在了一起 好了 这就是亨什尔和格莱特的故事